欢迎回到市城有约 关闭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在家办公呢 分组工作也似乎正在逐渐成为职场的新常态了 不过这样的工作呢 形态也给了观众 给了公司和员工更大的灵活度的同时呢 却可能模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进而造成更大的压力 影响员工的职场心理健康 到底大家在关闭疫情下的职场当中 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呢 那么雇主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照顾员工的职场心理健康 我们马上欢迎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 首先欢迎的是李清副教授 他是心理卫生学院精神科高级专科的顾问 另外我们请来了关怀辅导中心的资深辅导员 肖志杰先生 欢迎两位 二位好 你好 二位好 我们看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呢 早前也做到了这个职场的调查 当中就发现呢 关闭疫情下在家办公感到压力的国人比率呢 是高过于前线工作人员的 那么想要请教的就是李教授 在家办公为什么会带来更大更多的压力呢 基本上我觉得有些人在家办公 他们觉得其实没有压力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更便宜可以同时照顾家人 照顾小孩子 或是他们没有所谓跟大众接触 所以得到疫情的几率可能会减少 可是当然也有些人可能认为在家办公 他们的压力更大 这来自多方面 其中一点就是可能他们在家办公 他们可能得照顾家里 照顾家里小孩或是老人家 可能觉得更多的压力 另外一点就是有时候在家办公的时候 他们的设备可能不齐全 我们需要的就是网络 需要的电脑等等 他们可能没有这些设备 当然也有一个压力是可能来自 因为在现阶段 有些公司他们分组 有些公司他们是这组员工 这个星期 另一组员工下个星期 那么他们可能在沟通方面 资讯方面可能传达的并不是很详细 或是沟通方面出了一些所谓一些障碍 那么员工可能在这方面觉得压力更大 那么他们可能也因为这方面 也觉得互助没有给他们相对的帮助 或是给他们一些所谓的资源 跟现在每个人居家工作的 这个方式也不一样 像我在身边的朋友他们就说 其实以前居家办公是一个 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是现在觉得反而更累更压力 请问肖先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向你求助的这些案例当中 他们因为冠病疫情而感到的职场压力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自己观察到的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那个居家工作 而导致一些本来已经有点困难的 职场人际关系变得更糟 特别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那如果他们本来就缺乏了信任 那就很容易出现相处的问题 那人际关系是其中一个在职场上 常常导致情绪压力问题的主因 那加上因为行情不好 所以都不敢贸然的换工作 然后这就导致更大的一个无助感 那我在好几个个案身上 都看到这个情况的出现 比如说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 那个有趣的部分是 这些案组他们来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 可是当我们去慢慢探索 他们问题的根源的时候 就发现这好几位案主呢 在这期间跟上司或者下属的关系 都闹得很强 那因为在家工作嘛 那情绪就非常的紧绷 那就直接影响他跟家人的那个相处 所以也同时影响家庭的关系 那造成很多方面的 同时出现的一个情绪压力 了解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接访 就访问了一些国人 了解在关闭疫情期间 对于他们来说呢 什么是最大的职场压力 我们来听一听吧 我就觉得是 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造成最多的压力 在家办公的话 因为那个电脑就一直在你房间里面 然后就 你可以随时叫你做工 所以你也不可以讲不可以 最大的压力 我觉得是经济上 就有时候就 虽然没有做得很开心 但你还是会为了钱而留下 就是你觉得工作 就是为了赚钱而已 所以那个就造成你的压力 我觉得每样工作都是有压力的 就要看个人怎么去 管理你的情绪 运动 玩 不要喝太多 不要喝太少 还有跟我的朋友讲话 我的公司 公司的朋友讲话 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可能是从老板 有的时候可能是上司 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同事 如果你 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压力 他们会 你可以画压力为动力 去让你在工作上 更有效率 要懂得如何解压 输压 抗压 要乐观一点 看你想要面对事情 如果你 take it as a positive thing 那你就会不会让自己 工作上那么压力 这个机房也让我们看到 我们国人相当的积极 尤其是积极面对工作的压力 或许也是照顾自己 心理健康的一个好办法 那么下来 我想要问的就是 萧先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 雇主可以采取哪些新的措施 或者是哪些措施 尤其是我们目前的 这个官兵疫情之下 照顾员工 心理健康这方面的需求呢 那我们中心过去几年 都有机会受药到 不同的机构 提供心理健康讲座 那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几乎都不会看到 管理层出席这些讲座 那我自己猜想 就是说员工心理会想什么呢 或许他们很自然就会猜测 管理层的用意呢 就是透过这些讲座 来教导员工 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 那也就是说呢 这变成了管理层 对员工的一个期望 那如果员工有任何情绪问题 那管理层可能就会认为 员工处理不了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管理层 对情绪问题的理解和态度 会决定他们如何 对待情绪困难的员工 而且一个现实是 管理层的管理手法 跟员工的心理健康 是实际相关的嘛 所以没有充分的了解 导致情绪问题的种种原因呢 那即使一再办不同的心理 健康课程啊 或者提供更多的福利 也不一定有 能够处理问题 所以我觉得首先 管理层自己需要去学习 这个部分 而且刚才也提到 其实很多时候压力的来源 就是来自人际关系 所以说有时候压力 是来自工作职场嘛 所以有些人 如果要开口 跟同事倾诉的话 甚至像专业人士求助 尤其是牵扯到职场 真的是很多的顾忌 因为怕会伤害的关系 所以李教授 在你接触到的案例当中 员工求助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让老板知道呢 当然会 我们有些员工 他们来看我们的时候 他们要求我们 不要给他们病假 虽然他们在 即使他们有病 是可以拿到病假 那么有时候 他们看我们之后 还是看其他家庭医生 因为他们随着我们的病假 可能对他们的老板 老板对他们 可能会有歧视或是偏见 所以他们宁愿去 看多一个医生 拿另外一个病假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就是所谓职场的文化 因为找一个员工 加入一个比较光滑的职场的话 那么这些员工的福利 会受到职场的管理层的照顾 那么他们的 寻求帮助的几率 机会也比较高 那么只要另外相反 只要是所谓的管理层 或是职场的文化 是比较偏低 就是对员工的责心疾病 有一些其次的话 员工寻求帮助的机率 或是要寻求帮助 他们就可能会有很多的顾虑 鉴于此 就要考虑到这个病情 或者疫情 是给职场带来更大的挑战 劳资政三方近期 其实就职场心理健康 推出了相应的新指导原则 没错 那么新原则 它不但鼓励企业要提高员工 心理健康的意识 它还建议说要扩大员工的福利 这就包括 如果员工去看心理卫生 相关的看诊或者治疗 可能会有津贴之类的 请问肖先生 你认为这可以改变员工 顾忌求助的情况吗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其实蛮开心的 我听到这个新闻 不过这可能需要 其他方面的一个配合 实际上市场上 其实已经有一部分的雇主 会提供短期的协助 给受情绪问题困扰的员工 包括比如说提供一些资源 给他们来接受辅导 那我们中心也长期 跟一些机构的这方面的合作 只是来求助的员工 真的非常少 那其中一个原因是 一般的机构会要求员工 让机构知道他曾经求助 那在没有这个保密的情况下 那如果员工不清楚 雇主对心理健康的立场 那比如说管理层 会如何理解心理问题 会觉得有情绪问题 员工是不可靠吗 会歧视他们吗 那员工一般就会担心 有一个负面的后果 所以一方面是保密的问题 那另一方面 如果管理层能够很清晰的表达 他们对情绪问题的一个接纳 那员工就会比较愿意 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也比较愿意求助 我觉得需要不同的行动 除了提供资源以外 那个立场的表达也是非常的重要 沟通非常的重要 是 当然其实居家办公有很多的挑战 你要面对自己的拖延症 而且家里有很多干扰 有冰箱 有沙发等等 但是可能大家不妨可以拟定一个规划 然后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办公模式 说不定就可以提高效率 也可以减轻压力 今天我们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说到压力 昨天这个小六会成绩放榜了 相信是不少家长人 也会感到一些的压力 纷纷也到社交媒体分享心情 那么当中有一对父母 他帮已经过世的孩子 领取成绩单 那么相关的贴文 在网上也引起了关注 也打动了不少网友 别走开 稍后科技一点通 看您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